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 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 不知道什么时候 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百合 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 但是他心里知道他不是一株草 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 我是一株百合 我不是一株草 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 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有了这个念头 百合努力的吸收着水和养分 深深的扎根 直直的挺起胸膛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 百合切出了第一个花苞 百合心里高兴极了 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 他们私底下嘲笑着 它分明就是一株草 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朵花 你看那头上接的 你看那头上接的那哪是花苞呀 那就是一个疙瘩 那就是一个疙瘩 我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 就这样 百合努力的释放着内心的能量 有一天 它终于开花了 百合一朵一朵的盛开着 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 野草们以为 那是昨天的鹿珠 只有百合自己知道 那是极深沉的欢喜 所结下的泪滴 百合努力的开花 它的种子随着风 落在了山谷草原悬崖边上 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 几十年后 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 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 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 情女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 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 感动的落泪 从那以后 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百合谷 什么 你们都想去看百合花开 要它的地址 好 我告诉你 它就在你的心田里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